屬狗的朋友今年都有犯太歲 這種犯太歲叫做和太歲相害 情況不太嚴重 所以亦不需要太過擔心 不過畢竟都有少少犯太歲 所以今年是非都會多少少 做事沒有那麼順利 今年會有太陽星 太陽是一顆大的吉星 代表容易得到男性貴人對你的助力 另外亦有一顆叫板鞍吉星 亦對提升地位有利 所以要好好把握今年好的機會 當然有吉星還有吉星 都要靠自己努力 才可以得到更大的發展更多的回報 財運方面正財運來說不差 不過說到一些偏財或投資方面的運程 建議你今年不要太過進取 另外1982年的熟狗朋友 今年財運方面要特別小心 健康方面 今年沒有什麼大礙 不過始終都叫做一個犯太歲的年份 所以反映了你今年情緒 精神方面容易會有一些困擾 這個就要靠你自己調節一下 情緒方面 如果你已經有伴侶 今年就特別容易跟你的伴侶吵架 這個就需要靠你自己好好克制自己的情緒 至於未有拍拖的朋友 今年的機會就不大 如果想催旺桃花 或者增加人緣運勢的話 就可以在今年桃花星飛到的位置 即是家裡的中央位置 擺放一盤四支水種植物 例如是富貴竹 或者是文昌竹等等 如果中央的位置不能擺放這些物件 又或者中央的位置屬於走廊位的話 就可以擺放一張藍色的地毯 如果想提升健康運 那就不妨參考下這個化病的報告 由於今年的病符星會飛到西北位 建議大家不妨在室內的西北位 擺放一個銅製葫蘆 又或者是擺放一個金屬製的座檯中 但是千萬不要擺放一些顏色鮮艷的擺設 又或者是一些盆栽植物 以免刺激起這個位置空聲的氣炎